大家好,今天是我跟Joe给大家讲第五周初级英语课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讲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指示词,指示代词 第二部分我们要讲一讲一个语法 就是叫现在简单式 您在别的地方可能也听过叫一般现在式 最后我们要给大家讲一点一些常见的动词 封出一些词汇料 好,那么就开始吧 第一部分就是刚才讲的指示词代词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里的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然后用法也跟我们中文里很像 如果离我们近的东西,我们就用这 然后稍微远一点的 但是英文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指示,我们指带的那个东西是一个东西还是多个东西 对吧,如果是一个呢 我们就说这个 如果说有好多,比如说有好多个苹果就在这里 那我们应该用这些 好,我们来看这个表啊,具体怎么用 好,当我们讲这个,然后就讲指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用 this this 这个词啊 this 这是 要咬蛇 之后来说一下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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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怎么用呢 那我要怎么用呢 就是要 您说这个只能讲指的是一个 不能是多个 那多个呢,我要说这些,比如说这些苹果 我应该用这个词 我应该用哪个词呢 this 我应该用哪个词呢 this 一个是this 一个是these this these 表示这些 那我要说那个 比如说那个人 我们要用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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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说那些人 就是those those 好 我每个词都再读一下啊 this this these these that that those those 然后您会问,那我这个怎么用呢 我们来下面讲一讲啊,怎么用 讲怎么用之前呢 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语法 叫 以简单 就是 现在简单式 也叫一般现在时 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的现在目前的一个客观状态 啊,不表示 就是没有任何表示说啊 它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 或者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事情 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很 呃,客观的 表示状态的 这么一个 一个表达方式 举个例子 我们刚才说了 呃,这个语法的构成是什么呢 先给大家讲这个吧 语法的构成就是 主语 加动词 不一定是B动词 对吧 然后加受词 受词是什么样 受词的意思您可以理解成就是接受动作的那一方 比如说啊 我说 这是周 诶 我们刚才讲了 这 因为周只有一个人 对吗 所以这个这我们应该用 this 我说这是 诶,是我们之前学过的B动词 对吗 那我们就 this要加 is is 这是周 诶,我就写周 所以你看我这句里 this 是那个主语 is 是那个动词 jo 是那个受词 对吧 那我再举个例子 啊 我要说 周吃苹果 主语是 周 周 那吃呢 eats 我们之前学了 应该是 it 对吗 但是因为 周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动词 要有一些变化 怎么变呢 啊 我们之后下一篇 这个下一个幻灯片 我们会开始讲 具体有哪些变化 但是很常见的一个变化 就是加s i it 然后说 收吃苹果 苹果呢 apple i apples 那apple 叫苹果 在这个句式里 就是那个受词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一般现在式 或者说 简单 现在简单式的一个解读 就是 您要记住它的构成 主语加动词加受词 表示一个一般状态 好 我们下面来讲一讲 这些动词 根据如果是第三人称单数 什么叫第三人称单数 he she it 对吧 表示他的相当于 就是一般 第三人称单数 然后动词怎么变呢 我们来下面看看啊 有一些规律可循 好 最常见最常见的 就刚才我们 跟我们说这个吃的变化 是一样的 加 s 对吧 加s就好 你看这个例子也是啊 it it 变成 its it it 变成its 那刚才说了 joe its apple 那我要说我吃苹果 怎么说呢 i i eat the apple 或者i eat apples 对吧 我吃苹果 啊 所以这个最常见的 就是加 直接在动词结尾 加s 啊 嗯 还有第二常见的呢 就是 很多动词都是以什么样 y结尾的 嗯 比如说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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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哭 哭 嗯 那如果我们要把 这类的词啊 它都是以y结尾的动词 把它改成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嗯 就要把外去掉 嗯 变成 再加 i e s 对 所以cry 就变成了什么 cries cries 那我说 joe cries joe cries joe cries 啊 我说我哭 i cry i cry 啊 这就是 对 不变 对 这就是用法上的区别 还有一个 嗯 也不能说不常见啊 但是也会出现 但是比较少 就是如果一个单词是 以s s x sh ch 结尾的时候 我们要加 yes yes 他这给了个例子 是push push 是什么意思 push是推的意思 push是推的意思 那我们要把 您看这是sh结尾 对吗 我们把它换成第三称单数 就要加yes 怎么读呢 he pushes he pushes he pushes 他推 那我要说他推门 he pushes the door he pushes the door he pushes the door 那这the door就是那个受词 对吧 就像于他推门 这类的push 要加yes 改成第三称单数的形式 好 我们继续继续讲 下一个我们要讲 是一个小练习 刚才我们讲了第三称单数都这些动词应该怎么变化 您呢尝试一下 填一下 这个先填这第一页 后面我们还要一页 然后我们会停一下 我们继续去直接讲答案 您一定要自己尝试着做一下 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答案了 讲答案 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 第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句话我们中文翻译一下 就是他玩游戏 他玩游戏 那这个他是什么 第三称单数 那这个play play就是玩的意思 对吗 应该怎么变呢 加s 然后您就肯定问了 你刚才不讲了吗 不是用y y结尾 play不就是y结尾 应该变成ies 对吧 但是这英语里 很多特殊的这种用法 特殊的例子 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用法 即使play 这个玩是以y结尾的 那我们也不按照那个规律变 我们直接加s 这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大家只要记住就行了 我们说玩 他玩 谁玩 女他男他 直接加s 然后重的提醒我了 说这有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 您看这play怎么写 p l ay 对吗 这个 y前面这个字母是 a a是什么 a是原因 a 这个我们之前讲的五个原因是什么 a e i o u 如果y前面是原因字母 那么直接就加s a 对 这个如果y前面是原因 a 我们就不用把y去调加i e s 我们直接加s 那刚才讲那个例子是什么 是枯 对吗 您看枯 枯是cry 对吧 y前面是r r是原因吗 不是 所以当他变的时候就变成了crys play变呢 就变成了place 如果你能记住就记 记不了呢也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律还是要讲一下 好下一题 she likes singing 是中文什么意思 她喜欢唱歌 她喜欢唱歌 她 女她 对吗 she 女她 like 喜欢我们就要加s 就是最普通的变换 对吧 好下一题 John 你来读吧 你读得好 John and Mary watch TV together 中文什么意思呢 John and Mary 一起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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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看到John 看到Mary 就觉得啊 这不就是第三成单数吗 不是 为什么呀 这里的主语是John and Mary 是他们 他们就不是第三成单数 所以watch 表示看 不变 watch 不变 watch TV 是什么意思 看电视 看电视 TV就是电视的意思 together呢 一起 一起 好下一题 my classmates study together 中文是什么意思 我的同学一起学习 同学们 同学们 因为classmate 您看这 他加了个s 表示有好多同学们 对吗 所以是我的同学们 一起study 是学习 因为这个主语是不是单数 对吧 因为有好多同学们嘛 对吧 所以study就不用变 还是写study 好 这个练习呢 还有一个下班部分 您呢也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做一遍 我们继续 开始就是讲答案 好 现在我们开始啊 继续想讲答案 第五题 你来读吧 my father loves to travel my father 这里是那个主语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语语其实他就是一个第三人称 对吗 那这个爱 热爱旅游 那这个爱应该怎么变呢 加s 加s love 就变成了 loves 所以是my father loves to travel 我爸爸喜欢旅游 第六句 my parents hate cooking my parents 是我父母 我的父母 您看这词啊 parents指的是父母两个人 对吗 所以呢 这个后面接的动词 还变吗 不变啊 不变 因为他不是指着我父亲或者母亲 他指的是我父母两个人 对不对 所以是他们的意思 就是我父母不喜欢做饭 做菜 所以这个hate 指的是讨厌的意思啊 讨厌做饭 所以hate不变啊 不加s 第七题 you swim every sunday swim是什么意思 游泳 游泳 你 every sunday呢 就是每个周日 每个周日 你每个周日都游泳 相当于这么说 那你 他不是第三人称 对吗 所以动词不变 you swim every sunday 最后一题 i sleep every night i sleep every night 什么意思啊 我每天都睡觉 我每天晚上都睡觉 我不是第三人称 所以sleep是睡觉 对吗 那就不变 好 我们继续来讲 继续看下一部分 主要给大家讲一些什么 因为这个家庭关系复杂啊 有很多的说法啊 当然没有我们中文里那么复杂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词 表示什么各种各样的亲信 我们来过一遍 他们都怎么说 好吗 好 先从我 先从我来讲吧 好吧 我怎么说 me me 不是i 你把这个移到那边吧 me或者i 表示我 好 那继续讲 那我的老婆 他不是啊 但是说我的老婆 怎么说 wife wife 男的是husband 对 外父是老婆 老公呢 或者丈夫呢 是husband husband 那我们就直接说吧 那我的兄弟呢 brother brother 兄弟 姐妹呢 sister sister 他不像我们中文姐姐妹妹哥哥弟弟是不一样的 他都是brother 或者sister 嗯 只能说呢 我要说 我要说姐姐 怎么说呢 sister 不是姐姐和妹妹 younger sister younger sister younger sister older sister 您会加一个比如说姐姐 我就说older older older 老 就比我更老的 older sister 就是我的姐姐 younger呢 就是比我年轻的sister younger sister 比我年轻的 就是我的妹妹 brother 也一样 older brother 哥哥 younger brother 弟弟 好 那我要是说 我姐姐 我兄弟 我的兄弟们 娶的 这个老婆 我应该怎么说呢 sister in-law sister in-law 这个in-law 都是跟结婚有关系的 in-law 其实就是法律上 这人是我的姐妹 对吧 你想我兄弟嘛 娶的人 法律上是我的姐妹 所以叫sister-in-law 同样的 如果我姐妹嫁的人 相当于是我法律意义上的兄弟 所以是brother-in-law 这写着呢 brother-in-law 就是姐夫 妹夫 好 我们直接往上走吧先 爸爸妈妈 这都很简单 father mother 对吗 father mother 也可以叫什么 dad and mom dad 就是爸爸 mom 就是妈妈 就更口语 更生活化一些 那我要继续说 我的姑姑 姑父 aunt and uncle 而且 aunt uncle 你把两个词再读一遍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两个词特别难 a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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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 aunt 就是有点嘴臂 uncle uncle 大 uncle 嘴要小一点 那叔叔 像我们家 大大叔叔 姑姑姑 姑父 在英语里都一样 全是aunt 都是aunt 和uncle 对 什么舅舅舅妈 您看这写着呢 舅舅舅妈 阿姨 叔叔 全是aunt uncle 女的都叫阿姨 男的都叫叔叔叔 或者大大 无所谓 就是aunt uncle 那我们这个跟父母一辈的全都叫aunt uncle 我们再讲爷爷奶奶那一辈吧 怎么说呢 grandfather 和grandmother 就是father和mother前面加了一个什么呀 grand 就是 grand 比他更大的 加了一辈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那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姥爷都是用这个词啊 不分你爸爸那边还是妈妈那边啊 好 那我要说这个 那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姥爷的兄弟姐妹们都怎么说呀 就是great uncle和great aunt great uncle great也是叫一辈 grand和great有点像对吧 现在就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姥爷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我们就叫中文怎么说呀 就像我比如说姑奶奶 什么旧姥姥 旧爷爷这些啊 在英文语里就叫great uncle great aunt 好 下面我们来讲跟我一辈的 我的这个表兄表弟堂哥堂姐们 在英语里都叫cousin cou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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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叫cousin 跟你爸爸那边妈妈那边都没关系 谁生的 他们的兄弟姐妹的孩子 我们就叫cousin 那我要cousin 娶的或者嫁的人 叫什么呢 cousin in-law cousin in-law 你看又回到刚才讲的in-law里了 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还是我的表兄弟姐妹 cousin in-law 好 继续往下走 我生的 我生的 儿子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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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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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还有什么呀 好 我的兄弟姐妹们生的孩子就是他们是我的侄子侄女外外生女外生对吧 在英文里都一样 男的都叫什么呀 nephew nephew 你看这俩都叫nephew 啊 女的呢 都叫niece n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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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 那我要再继续说呢 那我要再继续说呢 就是我的我的表兄弟姐妹们他们生的孩子都是我的什么呀 first cousins once removed 这个在生活里常用吗 不太常用 不太常用 这些人啊 周解释了啊 嗯 就是 这些人在英语里叫first cousin 因为比较近 哎 比较近对吧 first我们之前讲第一 讲相关于第一代的我的表兄弟姐妹 然后他们生的孩子呢 就叫什么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first cousin 的下一代 所以叫first cousins once removed 但是这个不常用 您啊 知道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不用记啊 不用记 cousins kid 比较常用 嗯 cousins kid kid是什么意思 孩子 我的表兄弟姐妹的孩子 是不是就直接的表达了啊 不用记这个什么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好 那我要说我的孙子孙女怎么怎么说呀 grandson granddaughter 一样啊 grandson 表示孙子或者外孙子啊 grand 加daughter 是吗 嗯 加这个女儿 就是 孙女或者外孙子 grandniece grandnephew 只要您说再往下一代 或者再往您父母的上一代 直接加grand 或者great 这写了啊 grand 好 这呢就是简单的啊 说一下这些这些亲戚朋友 这些都怎么怎么说 没有朋友啊 亲戚怎么说 啊 您呢就多练练 英文里比咱中文还是简单的多啊 因为很多词其实不分 爸爸这边妈妈那边男或女啊 男或女还分一点 但是很少啊 所以就比比中文要简单 好我们继续讲 来最后呢 这里呢是一个小练习 您呢还是把视频停一下 把动手啊 一定要动手 把所有的都写一遍 我们一会儿马上对答案 好 下面开始讲答案啊 爸爸怎么说 father或者dad father或者dad 爷爷外公 grandfather grandfather 妈妈 mother mother或者mom 都可以啊 奶奶外婆姥姥 grand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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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grandma 都grandma也可以啊 这个需要 还有好几个说法 需要注意一点啊 加grand 但是这是还是一个词啊 中间没有 中间没有空格啊 直接grand 加mother 好 儿子 sun 跟太阳说的完全一样 sun sun 都是sun 俩读起来是一样的对吗 sun 好 表 或者堂 兄弟姐妹 cousin cousin 部分男女啊 都是cousin 好 女儿 daughter 阿姨姑姑 舅妈 aunt 姐妹 sister sister 舅舅 大的 阿伯 什么叔叔 uncle uncle 兄弟 brother brother grandson granddaughter 好 继续啊 应该是最后我们要讲一些常用的动词 常用动词 好 啊 喜欢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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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把它变成第三声单数怎么变 likes 我给大家写出来啊 likes 爱 热爱 love 第三声单数 loves jazz loves 讨厌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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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zz 第三声单数变换jazz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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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jazz 直接jazz 我就不都写出来了啊 再重复一遍啊 第三声单数什么意思 就是 he she it 然后接动词的时候要变 然后我们这里给大家列出来 当那种情况下怎么变 啊 这个动词怎么变 好 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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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es 好 有 have 那我要变成第三声单数呢 has 是特殊的 大家要记一下啊 ask 问 那我要变成第三声单数是 goes 读书 学习 study study 这个 可能是 认识 study study studies,read,reads,reads,读书,看报,直接加S,吃,这个我们大家都会了,吃,喝呢,加S, play,玩,加S,刚刚这个第一个例子是一个特殊的,因为它是外前面是A,A是原因,原因就直接加S, 不用编IES,say,跟play一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是一个规律,也是直接加S,那says怎么说,says, say和says,圆形是say,加S以后变成了says,这要注意,come,来, comes,加S,想,思考,是think, think, think,加S,第三称端说加S,run,是跑,run,加S,比如说周跑,不常,周跑就是周 runs,对吧,好,写,write, writes,这些加S, 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鸦鸦鸦鸦鸦,write,直接加S,see是看见, jazz,加S,那比如说鸦鸦看见周怎么说呢,鸦鸦 sees周,鸦鸦 sees周,想要,want,want,wants,加S,即位加S就好, Work 工作 Works Works 也是之下加S Feel 感觉觉得 Feels Jazz 第三人生单数 比如说 Joe感觉很高兴 很开心 Joe feels happy 好 帮助 Help Help Helps Jazz 比如说 鸭鸭帮助 Joe 鸭鸭 Helps Joe Speak 是说 那这跟say 有什么不一样 Speak 一般来说 大多数情况下 后面要接语言 比如说 我说中文 I speak Chinese Joe说英文 Joe speaks English English 一般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您要说 说一个语言的时候 就用speak 但是如果是平常 比如说 我说我要去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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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say 就可以了 Or like giving a speech or something 对对对 好 OK Walk 走路六弯 Jazz Walks He walks He walks She walks 好 take 比如说坐车 坐车怎么说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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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axi oh bus take the bus take the bus 那我要说 Joe坐车呢 He takes the bus Joe takes the bus take直接加后面加S就好 这么变 打开 Open Open Opens He opens the can He opens the door Joe打开门 Joe opens the door Watch Watch 怎么样 加ES 加ES 为什么加ES 是CH结尾 CH结尾 对不对 是我们最后讲的 那个变化形式 是要加ES 那Joe看电视 怎么说 Joe watches TV Joe watches TV 好 那今天呢 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大家一个是多跟我们读 一个是自己要多写 好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